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已经圆满闭幕 中非关系整体定位提升至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来到非洲 为他们的发展注入了新动能 在尼日尼亚拉格斯 由中国土木成建的西非第一条电气化城市轻轨交通项目 拉格斯轻轨蓝线 也在此时迎来了安全运营一周年的里程碑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这条轻轨线路的首发站 马瑞拉从去年9月开通运营以来 这里已经安全地输送了170余万的当地的乘客 极大的缓解了当地的交通压力 在轻轨蓝线的列车驾驶室内 中国师傅李鸿斌正悉心指导着他的第一个非洲徒弟 伊莎贝拉亚当斯 从理论学习到手把手教学 经过近半年的培训 伊莎贝拉亚当斯也凭借着自己坚韧不拔的精神 成为了西非地区首位女性轻轨列车司机 我在加入中国土木之前是一名模特 我在这里从零开始 在中国土木的帮助下 实现了小时候成为一名电客车司机的梦想 成为西非第一位女性轻轨列车司机 对我来说是一件大事 我感到很激动 也为自己感到自豪 现在更多尼日利亚女孩已经跟随伊莎贝拉的脚步 在飞驰的列车上当起了司机 而说起自己取得的这番成就 伊莎贝拉认为这其中少不了师傅李鸿斌的功劳 李鸿斌来自四川成都 是一位经验老道的轨道交通驾驶员 从去年年初抵达拉克斯之后 一直负责为轻轨蓝线培育电客车司机 前面我们制作的规章还有一些业务文本 然后进行一个集中培训 然后我们会带领他们到车里 然后进行一个实操 对然后驾驶的话我们是手把手交 去年9月拉克斯轻轨蓝线正式开通运营 作为首发列车的驾驶员 李鸿斌更是亲眼见证了这一历史性的时刻 轻轨蓝线一期全长13公里 设计时速80公里每小时 是拉克斯有史以来施工难度最大的基础设施工程之一 也是尼瑞利亚乃至西非的首条电气化轻轨 它的速度很快 这是能让我最快去到工作地点的出行方式 从库租司到拉克斯再到我的公司 非常棒 轻轨蓝线的出现不仅缓解了当地的交通压力 还为拉克斯创造了就业岗位 我们拉克斯轨轨蓝线运营中方人员是18名 一方人员有342名 整个的这个属立化率在94.6% 我们真的是想把我们的这种技术呢 留在尼瑞利亚 给尼瑞利亚赔两一匹带不走的队伍 除了李鸿斌之外 在这18名中方命运人员当中 还有很多的成都身影 列车驾驶员王浩宇 轨道交通工程师王胜宇 他们都在各自的岗位上 为拉克斯构建更加便捷 高效 安全的城市轨道交通体系 而不懈努力 数以千计共同奋斗的日与夜里 项目的中外人员早已经结下了深厚友谊 中国和尼瑞利亚的联系和合作越来越多了 尼瑞利亚有很多人在中国学习 去中国的大学学习铁路技术 现在他们中的一些人回来了 我们也期待这样的关系能继续下去 未来中国技术 中国经验 中国质量和中国速度 将为尼瑞利亚的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